身为中华民国的空军 怎么可以让敌人的飞机飞在我们头上 飞行没有什么技巧 只有不断地飞 从飞行中 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 作战时才能救自己的命 也才能挽救国家 平时训练不严格 战时生命没保障 死了一个高志航 中华民国还会有无数个高志航 民国26年7月7号 卢沟桥事变爆发 为防止日军突破连云港入侵中原 我空军第四大队奉命转场华东 以杭州曹俄机场为前进基地 8月14号 大队长高志航自南京飞敌剪桥 突破日军机队进行情报 高大队长随即驾机率部迎敌 总计这场战役 急落日机六架 急伤两架 而国军飞机无一损失 悬殊比利之辉煌战果 打破日本皇军无敌的神话 激励全国抗战意志 这也是814空军节的由来 抗战初期 我空军在装备训练不足的状况下 奋战优势的日本航空队 由于高志航大队长 果敢的领导 以及我英勇的空军戒儿们 不畏强敌 事实如归奋战下 以劣势的兵力迎敌 终能创下辉煌的战果 尤其在民国26年8月14日 杭州剪桥空战大节 不仅振奋的全国军民 抗日必胜的决心 更粉碎了日本军阀 三月王华的狂妄迷梦 由此可证明了 精实严格的训练 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 奋勇杀敌的决心 更为作战制胜的重要因素 抗战牺牲的劣势 不止我爸一个 对不对 尤其是抗日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八年抗战 你想想有多少人 我们不过是 其中的一机沙子而已 不过爸爸英勇的事情 我觉得值得后辈 大家都怀念一下 他可以牺牲自己 牺牲家 牺牲自己的一切 成为今天大家 称他的劣势 这个不是普通人 能够做得到的一点 飞机飞到天空以后 假设敌人在尾巴 咬到你们 那你要赶快脱离他 那脱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往下 再咬到他后面去 他们说 这个不好做不好做 那我飞机说 好 你看我来做 我飞机自己把它做到 他说我可以做得到 你们也可以做得到 高志航将军 升于民国前四年 五月十四日 集贯吉林省通化县 原名高明九 民国九年在学时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投笔从容 考入沈阳北关 东北陆军军官教育班学习 在求学期间 东北扩建空军 他立志远赴法国学飞行 一心要翱翔长空 以遂凌云报国之愿 于是高将军 在民国十四年 登上法国邮轮 鲍尔斯号 远渡重阳 到了法国 接受飞行教育 由于成绩优异 获得飞行军事的阶级 民国十六年二月回国 回国后 高志航将军 被任命为 东北航空处 所属的飞鹰队 担任少卫飞行员 当时才十九岁 但他在技术方面 刻苦锻炼 精益求精 每次演习中 都获得奖励 当时日军 已逐渐进犯东北 高将军认为 军阀不足以救国 于是在民国 二十年六月一日 加入国民政府 立下两大誓愿 一是把自己奉献给国家 一是把生命奉献给飞行 坚决响应国父 孙中山先生 航空救国的号召 因此将自己的名字 子恒 改为制航 一是此生 立志航空 报效国家 而高制航的大名 随着他的行动 和飞行技术 很快地就传遍了 沈阳东关内外 被誉为东北飞鹰 民国二十一年 一二八上海保卫战后 高制航奉派在 简桥中央航空学校 担任教官 正式和煦空军阶级为 上位上级飞行教官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 航空学校成立一个驱逐队 目色一位队长人选 理所当然的 高制航被选为 第一任的队长 当不达的第一天 他对全体的官兵 精神驯化时说 各位同志 我们这个队 是中华民国空军的 第一支驱逐队 我们要成为 革命空军的模范单位 才不辜负最高领袖 对我们的期望 民国二十四年 高将军向美国购回 霍克式驱逐机 一百架回国 成立五个大队 高制航任第四大队 中校大队长 辖二一 二二 二三中队 并且开始训练新的飞行员 为了表扬并纪念 当年我国空军先列们的 英勇史机 中尹公司在民国六十四年 制作了简桥音列传 让国人勇至当时空军舰 而誓死报家卫国的 伟大情操 而在三十五年前 饰演高大队长的 正是英俊挺拔的梁修胜 开办之前 除了收集 他的有关的资料 最重要就是说 我也到了 第四大队 当时是嘉义机 我们的嘉义水上机场 是第四大队 我也去那跟当时的 这个F-100的飞行员 在一起生活了非常多天 所谓生活是日夜都在一起 只是没有升空而已 那我觉得那个十天的在一起 我完全感 就是完全感受到 这个战斗的气息 而且他们都是战斗机的飞行员 对饰演的一个高大队长将军 有了很好的表现 民国26年813松户战役爆发 日本航空队百架轰炸机 开始轰炸江浙两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在8月14日 紧急命令当时驻防 河南周家口的空军 第四驱逐机大队 调往杭州捡桥 以加强松户地区的防空力量 临走前 到这行叫来身边的船令交代说 我说不定哪天死 请先把大队的收支帐幕整理好 随时准备移交 飞机刚降落捡桥基地 还未来得及加油 日本空军的18架轰炸机 就来到了简桥上空 高志航将军紧急下令起飞 他首开第一炮 击落日本领队机 接着与李贵丹中队长 及各分队长四面出击 在一番击战后 击落敌机6架 击伤两架 而国军飞机无疑损失 辉煌战果轰动了全国 在抗战史上 也写下了空前辉煌的记录 第二天 日军又调来大批战机前来寻仇 高志航率先出阵 虽将来犯的敌机予以击退 他却因此身受重伤 但他人亲自爬下机舱 毫不在乎 之后被送进杭州广计医院 后转到庐山休养 先总统蒋公特别亲自召见慰问 同时亲笔提赠 无影为荣 表彰他的攻击 此时 因为无法眼睁睁地看着日军 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路略 以及一个个同伴为国牺牲 所以高志航强忍未遇的旧伤 赶着返回部队 在部队中 他又别出心裁改装霍克三型战机 希望能以轻装取胜 之后 他又在负伤的情况下 带着部署一同捍卫领空 有多次伤口裂开 降落地面 已呈现昏迷状态的记录 但他都无怨无悔地坚持下去 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那句话 每次看到日本飞机 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 我就恨不得架飞机飞上天空将他们赶走 把他们赶回东京去 不许他们在我们的上空耀武扬威 松户战役后 苏联为防止日军 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向北进攻 因此特地出售驱逐机给国军 高志航以空军上校第四大队长的身份 到兰州机场办理接机事宜 新购置的俄国飞机 行将加入空防行列 但因受天后影响 高志航先率队飞到周家口概念 民国26年11月21日 正当天气转好 飞机准备起航时 突然响起了紧急警报 九架日本轰炸机 从长城方向飞到了周家口上空 高志航见日机突然扑来 立即下令全体队员紧急上机作战 此时他身边的士兵不断呼喊 敌机投弹了 大队长港客校飞机避一避吧 高志航回说 身为中华民国空军 怎么可以让敌人的飞机飞在头上 但是飞机仍发不动 最后日军弹如雨下 他的坐机被日军炸毁 高志航大队长被震摔在左机翼后边 全身血肉模糊 几个医务人员立即跑来抢救 但仍回天发术 空军战胜就此陨事长死 十年三十一岁 我记得拍那个戏的时候 最辛苦的就是 在最后高志航将军殉职 为国捐躯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台南归人机场拍的 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陆京那个还是 我们在归人机场拍的 归人机场那个四周都是养鸡场 所以整个机场都是苍蝇 白天都要挂蚊帐的 杀窗杀门更免不了 后来因为要训事之前 全身都抹了都是血浆 你知道我们血浆都是跟蜂蜜 都把它滚合成的 所以我全身都是苍蝇 然后我们拍摄的时候 尤其我们唱空军军歌 我们当时全体的演员 一面唱一面通通都哭的 到今天为止 我只要听到空军军歌 我还会头皮发麻 所谓头皮发麻不是不好的反应 是正面的 觉得好像我就是跟空军这息息相关的 练习飞行的 上飞机之前都是跑步过去 这是我爸爸规定的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他样样都要求百分百 我父亲虽然带兵很严格 要求很严格 可是他心肠很软 他有时他最喜欢的一个队员 叫乐乙琴 他也犯错了 犯错了他就罚他背着保险伞 飞机跑到他跑 他一面跑 我爸爸一面会掉眼泪 我爸爸给我们的光荣 这份光荣不是任何人 可以代替的 这是位于南台湾嘉义的制航国小 参加九十星学龙度全国创意偶戏比赛 荣获全国首套偶祖特优第一名的作品 名称就叫做制航国小与空军英雄高制航 原为嘉义市空军子弟小学的制航国小 成立于民国三十八年 专收嘉义空军官兵的子弟 这出结合校史与高制航烈士英勇世纪的创意偶戏 穿越了三个时空位置 剧本 偶戏人物 道具 操作 均由全校师生自制 自导 自演 看到学生们各个聚精会神脉力的演出 就可以看出高制航的人格特质与爱国情操 已经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中 悄悄的生根茁壮 好 敬礼 那那个时候的话高制航他的母亲 高里春英 他就住在我们这一个眷村里面 那我们也透过很多 我们制航国小的校友 然后能够知道 有关于高制航的一些故事 像他们早期的时候 小朋友上下学 都是坐这个军车 军车上下学 所以算是全台湾的话 最先有校车的国民小学 然后一方面也是希望说 能够激发说小朋友的一种爱国的情操 因为小朋友看到这个高制航的故事的话 其实都蛮感动的 小时候我们都看过那个简桥音乐传 所以那时候也让我开始对飞机着迷了 那我因为我们这个剧中的那个场景的需要 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境 那分镜之后就会因应飞机的那个场景的需要 所以飞机会有大跟小 所以我就依照那种大小尺寸来的需求 来把飞机做出来 特别是因为我们要比赛嘛 当然是出发点是比赛 但是最后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就是把这部戏把它演得很 好像因为好像是高制航 制航跟我们学校又有关系 所以大家都尽量把这出戏演得很好这样子 透过了20分钟的这个偶具 让小朋友呢去了解当时旧时代的制航国小 空小他的上课情形是怎么样 然后再来让小朋友 现在的小朋友坐时光机 去遇到以前的小朋友 然后带他们去见高奶奶 然后跟小朋友讲高智航先生的一个故事 让他们知道说原来高智航先生 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空军英雄 然后整个战斗的啊 这个战斗机的一个 那些在打仗的那个情形 小孩子就有那种生理其境的感觉 然后另外我们又配合课程 让小朋友去看到真正的机场 到水上机场去看 然后也有不是只有看而已 还有一些高智航先生的一些纪念的东西 也在那里 我们也会透过这个课程来介绍给小朋友 除了制航国小 远在台东的空军 737连队的国军官兵同仁们 更是以能在制航基地服务为荣 高智航是空军飞行人心目中的战神 我们737连队以智航基地为名 就是希望本连队能够秉持中勇军风 传承勇往直前 坚韧不拔的简桥历史精神 实质成为一支高科技 优质化的国防禁令 勤勉全体的官兵同仁 持续我们为确保国家的生存发展 为百姓的安全福祉 努力努力 再努力地坚定意志 勇于面对任何的挑战 高智航大队长曾说过 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 作战时才能救自己的命 也才能挽救国家 以及平时训练不严格 暂时生命没保障 这两段解明二要的话 充分说明了 唯有精识严格的训练 才能锻造出无比的战斗力 未来我也会效法 这份勤训苦练的精神 为提升整体空防的实力 奋斗不懈 对我来说 每一次任务的安全返航 都代表着下一次任务的开始 期许自己在未来的工作上 可以发扬高智航将军 那种以寡吉重 临危不乱 忠勇爱国的剪桥精神 并且永远抱持着 乐观 敬取 负责 敬职的态度 做一位全方位 既全能又专业的飞行员 到智航基地 这个充满荣耀的单位 已经八年多了 一直都在激情中队服务 期间经历行政室 化学室 专案室 和勤务班长的各种职务 很感谢各级长官的指导 和学长结盟的经验传承 让我能够有所成长 当初分发到智航基地的时候 就听说过高智航将军的故事 让我深刻地感受到 那种保家卫国的使命感 现在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了 我也会用我的决心 毅力 不怕苦 不怕难地 继续打拼 继续奋斗 我们都一样 加油 我也是其中的一位 年怀仙业 国库 庄严建计 大阳光大 由来我同志军云人 同志们努力 努力 使用学习 我做花花是荣 尽最为空军 跑过万之身 哪怕风草 雨露痴心 双手万能 看天一笔 空马大起兵 为你尽秀河山 回应这无敌几句 我们要实际出发明日日行 我们要勇写 勇不中华文 同志们努力 努力 终得同志 我做花花是荣